心脏疾病是全球范围内的主要死因之一 而且它的发病率在逐年增加 许多人可能并不知道 脸部的一些变化可能是心脏疾病的早期警告信号 以下我们来一起了解四个可能表明心脏健康问题的脸部特征 如果你发现自己或他人有这些特征之一 应尽早进行医学检查 一、心脏疾病的严重性和普遍性 心脏疾病是全球最主要的死因之一 对人类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每年有近1800万人死于心脏疾病 占全球总死亡人数的31% 这些心脏疾病包括冠状动脉心脏病 心肌梗塞、心力衰竭、心率失常等 心脏疾病的严重性在于 它们往往会导致永久性的身体损伤 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例如,心肌梗塞可能导致心肌永久性损伤 心力衰竭则可能导致全身器官功能下降 此外,心脏疾病的症状往往不明显 许多患者在疾病发作时才首次察觉到自己的病情 这使得心脏疾病的预防和早期治疗变得极为困难 心脏疾病的普遍性也不容忽视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心脏疾病的发病率都在持续上升 这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包括高脂防饮食、缺乏运动、吸烟和饮酒等不良生活习惯 以及压力过大、睡眠不足等生活压力 都是导致心脏疾病发病率上升的重要因素 心脏疾病的严重性和普遍性 使其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的重要问题 因此提高公众对心脏疾病的认识 推广健康生活方式 以及加强心脏疾病的早期筛查和治疗 对于减少心脏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具有重要意义 二、心脏疾病的基本知识 心脏疾病是一种涵盖了心脏和血管系统的广泛疾病 包括冠状动脉心脏病、心肌梗塞、心力衰竭、心率失常等 这些疾病可能由于遗传、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年龄、性别等因素引起 冠状动脉心脏病是最常见的心脏疾病 它是由于冠状动脉为心脏提供血液和氧气的血管硬化和挟斩 导致心脏肌肉无法得到足够的血液和氧气 这可能导致胸痛、心脚痛和心肌梗塞 心肌梗塞通常被称为心脏病发作 是由于冠状动脉中的血栓阻塞了血液流向心脏肌肉 导致心脏肌肉死亡 这是一种紧急情况,需要立即医疗干预 心力衰竭也被称为冲血性心力衰竭 是心脏无法有效地蹦血到身体的其他部分 这可能是由于心脏肌肉的损伤或疲劳 或者是由于其他疾病如高血压或糖尿病 心率失常是指心脏的节奏或速度异常 这可能是心跳过快、心动过速过慢、心动过缓或不规则 有些心率失常可能并不严重 但有些可能导致严重的并发症 如心脏病发作或中风 预防心脏疾病的方法包括健康饮食、定期运动、戒烟、限制酒精、控制血压和胆固唇水平、管理压力等 如果你有心脏疾病的症状 如胸痛、呼吸困难、晕眩或心悸 应立即寻求医疗帮助 三、心脏疾病在脸部的四个明显特征 一、脸色苍白或发灰 这可能是心脏无法有效地将氧气输送到身体各部位的迹象 当心脏无法正常工作时 血液流动会减慢 导致皮肤颜色变浅或变灰 这种情况可能是心脏病 心肌梗塞或心力衰竭的早期迹象 二、面部水肿 如果你的脸部或眼睛周围出现水肿 这可能表明你的心脏无法有效地迸送血液 当心脏无法有效地将血液输送到身体各部位时 液体可能会在体内积聚导致水肿 这可能是心脏病或心力衰竭的迹象 三、唇部发紫 如果你的嘴唇或舌头变成了紫色或蓝色 这可能是因为你的血液中的氧气含量过低 这可能是心脏病、心肌梗塞或心力衰竭的迹象 四、面部皮肤干燥 如果你的皮肤变得干燥、无光泽 这可能是因为你的心脏无法有效地将血液输送到皮肤 这可能是心脏病或心力衰竭的迹象 以上四个特征并不一定都会出现 但只要有任何一个特征出现都应引起高度警惕 如果你发现自己或他人有这些特征之一 应尽早进行医学检查 早期发现和治疗心脏疾病可以显著提高生存率和生活质量 四、如何进行早期检查和预防 心脏病的早期检查和预防是一个综合性的过程 包括生活方式的改变 定期的体检以及必要的药物治疗 首先,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是预防心脏病的重要步骤 这包括戒烟、控制炎酒、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 如增加蔬菜和水果的摄入、减少盐和糖的摄入 避免过度的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的摄入 同时,保持适当的体重和定期的身体锻炼也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定期进行体检也是早期发现心脏病的关键 这包括血压的测量、血脂和血糖的检查 心电图、超生心动图等 如果有必要,医生可能会建议进行更为复杂的检查 如冠状动脉造影等 最后,如果有心脏病的风险因素 如高血压、糖尿病 高血脂等应该及时接受药物治疗 以降低心脏病的风险 同时,如果有心脏病的症状 如胸痛、呼吸困难等 应该立即就医 以便及时进行治疗 心脏病的早期检查和预防 需要我们在生活中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定期进行体检 及时接受必要的药物治疗 这些只是可能的迹象,而不是确诊的证据 如果你有任何疑虑 应立即联系医疗专业人员进行评估和诊断 健康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我们应该珍惜并维护好它